大家好,這裡是大寶寶的冷知識 黃曉明在2013年的時候演過一部電影叫做《太平倫》 他在裡面演的是一位蕭有善戰、志勇雙全的國民黨將軍雷毅芳 但是你知道這個角色背後的真實故事嗎? 我們今天就來聊聊這個話題吧 開始之前先介紹一下 我們這個頻道是專門分享一些日常冷知識 讓你聽完之後去跟朋友聊天時可以聊出一些跟大家不一樣的東西 所以如果你想要多吸收一點跟別人不一樣的冷知識的話 歡迎訂閱我們 那我們就開始今天的主題吧 2013年的電影《太平倫》主要演的是國共內戰的後期 電影名稱的《太平倫》是國共內戰時期的一艘郵輪 1949年1月27號從上海駛向台灣的途中 因為人為的疏忽撞上了當時從台灣開往上海的另外一艘船 《劍員輪號》 兩艘船雙雙沉沒 攻擊有1040人罹難 只有50多人生款 號稱是繼鐵達尼號之後最慘的船難事件 因此這部電影在上映的時候標榜的就是東方版的鐵達尼號 所以為了讓觀眾們能夠帶入主角的視角 電影花了非常多的篇幅在講幾位主角們登船之前的故事 整個電影分成了上下兩集 登船是下集後半段的故事 也就是說整部電影裡面四分之三的劇情是在講主角們的故事 而在上集中最讓觀眾印象深刻的可以說就是黃曉民飾演的雷毅芳 在片頭就展現出他勇猛 一個人衝到前線去吊打日本鬼子 也在此戰的時候膝蓋重擔終身剖腳 然後在宴會上認識了年輕漂亮的富家前傾周韻芬 兩人進而相愛結婚 順便提一下周韻芬這個角色 是由大名鼎鼎的韓星宋慧喬所飾演 在結婚後不久 國共內戰爆發 雷毅芳率領部隊前往前線作戰 徐棒會戰時 雷毅芳的部隊被包圍 周圍的友軍也陸續投共 只有雷毅芳堅持不投降 最後被共軍圍堅 雷毅芳也在此戰殉國 那真實的歷史中雷毅芳是誰 他又是怎樣的人物呢 其實雷毅芳的原型是現實中的張靈甫將軍 張將軍出生在1903年8月20號的一個陝西農民家庭中 1921年考到陝西西安第一師範學校 之後又被北京大學歷史系給錄取 可惜因為無力負擔學費 最後只能一夜 不過1925年時再去考黃埔軍校 1926年10月畢業 以少衛排長的官階加入國軍北伐 因為表現英勇 而且常常提出有用的建議 所以一路升官 1932年 攪共戰爭時 張靈甫已升到忠孝團長 後來在陝西攪共時 發生了一起離奇的懸案 1935年春節假期 張靈甫休假回家 除夕夜的時候 他讓自己的妻子吳海蘭 到後院的菜地上去割韭菜 準備做餃子 然後他自己尾隨在後面 等妻子蹲下來割韭菜時 就拔出手槍槍殺掉的妻子 案發之後 他也沒聲張 也沒有埋屍體 就這樣回到了部隊 之後 吳海蘭的楊家仁就告到法院 當地法院也壓著不省 所以 吳家仁再透過張學良的夫人 就是那個西安市變的張學良 他們就請張夫人 將這個狀子 遞給了在南京的蔣夫人送美令 蔣總統知道後很生氣 命令張的主管胡忠南 把張押來南京 因為張靈甫是胡代將 所以胡沒有押解 只讓他自行前往 張靈甫到達南京後 要求面見蔣總統來做解釋 蔣總統不見他 並將他判刑十年 甚至一度列入槍決名單 不過實際上只是將他 關在管理比較自由的老虎橋模範監獄 入監後也沒有把他當犯人看待 他仍然可以自由活動 每天除了吃飯睡覺 就是練習寫字 並寫字給許多監獄管理人員做紀念 至於為什麼要殺了胡海蘭 在多年以後 他的遺孫還有部署 有出來為他解釋 說 吳海蘭是共軍的間諜 偷拿張靈甫的軍事文件 又不肯交出來 所以張靈甫只好殺了他 就這樣軟禁的生活過了一年多 1937年盧溝橋事件發生後 全面抗戰爆發 獄中服刑的官兵 除了政治犯以外 一律改為服兵役 戴罪立功 並保留原來的軍階 張靈甫被秘密釋放 投奔74軍 五十一師任上校後拆員 之後開啟了張靈甫應有抗日的事蹟 1937年813松戶會戰 張靈甫任74軍 三靈甫團團戰 所以軍長王耀武開服前線 之後參加上海保衛戰 12月 在以待三靈甫團投入南京保衛戰 12月5號 在純化鎮附近建構陣地 三靈甫團負責主擊日軍 掩護王耀武的五十一師退入南京 雙方展開肉搏戰 張靈甫的左手臂重擔 就算受傷也堅持不下火線 在戰役中 張靈甫率部隊死守華岩村 以一團的兵力與日軍的王牌第十八師團 血戰一天一夜 最終也因傷勢嚴重 之後戰別部隊回到西安養傷 1938年 張靈甫以七十四軍一五三旅旅長的身份參加武漢會戰 在十月份的萬家領戰鬥中 強攻日軍一二七聯隊駐守的張古山陣地 第二天發動夜襲 殲滅張古山日軍封鎖日軍 退路 可能有些朋友對這段戰役不熟悉我補充說明下 武漢會戰是繼松戶會戰之後 中日雙方的又一場大戰 在過程中 國軍始終處於烈士 而萬家領戰鬥 則是中國軍隊打的最漂亮的一場戰鬥勝利 當時日軍1064團想繞到國軍背後偷襲 但是被國軍發現 於是國軍方面調來五個軍 圍攻日軍1064團 同時也阻擊了日軍的救援部隊 就這樣打了幾天幾夜 日軍死傷慘重 指揮官大量陣亡 指揮體系幾乎瓦解 當時中國的報紙都特地空出了頭版 準備來報導 國軍第一次殲滅一個日軍的屍團 但就在此時 日軍的奇蹟發生了 日軍空投了指揮官進到了被包圍的陣地 在靠著空軍跟炮兵的優勢 硬生生地打開了一條通道 日軍殘存了一千多人才得以逃脫 所以這段戰鬥也被國軍方面稱為萬家領大捷 1939年3月 第七四軍縫吊入幹 參加南昌會戰 張寧府親赴前線督戰 過程中右膝蓋重擔 受傷後到香港治療 因為不顧英國籍的醫生勸告 要再治療一個月才可以痊癒 張寧府提前歸隊 導致終身剖腳 所以有剖腳將軍的稱號 之後幾年 率部參加三次長沙會戰 1941年升五十八師師長 1943年11月 泰林五十八師參加長德會戰 因阻止日軍的屢次進攻 有力支援長德正面的作戰 獲得國民政府的四等雲徽勳章 長德會戰也是國軍打得很慘烈的一場戰役 有興趣的話可以看呂良尾演的疊血孤城 或是大家在下面留言 我們改天來做一集這個主題 1944年在參加有 東方史達林格勒之城的橫揚保衛戰 這場戰役創架了八年抗戰中 唯一一場日軍史上超過中國軍的戰役 十手橫揚的是國軍第十軍 由軍長方先爵指揮 大家稍微記一下這個名字 後面還會再出現 張林甫因為率部使命的位守軍征援 而禍班三等保頂勳章 之後破格被選拔進陸軍大學將官班授勳 畢業時抗戰已獲勝 後來驚人介紹與女大學生王玉玲結婚 也就是電影《太平輪》裡面的宋慧喬演的那一位 富家千金 這時候盤點一下就可以發現 中國戰場上的重要戰役張林甫將軍 可說是無意不予 而且每場都有英勇的表現 所以稱為國軍王牌軍人凱模可說是十字名歸 抗戰勝利後 1946年6月 張林甫接任第74軍軍長 並兼任南京首都警備司令 由於74軍軍紀嚴明不擾民 加上有抗日英雄的名將領導 以及輕一色的美械裝備 長期受美國顧問訓練 當時稱為國軍五大主力之一 蔣總統更稱讚他們是主力中的主力 之後的裁軍會議 74軍改分號為74師 但仍有三萬多人的編制 1947年3月 國軍對共軍控制的山東及山北地區 進行重點攻擊 5月時 國軍期望一舉殲滅解放軍 因此開始進行孟良孔戰役 讓74師空戰孟良孔山頭後開始固守 領誘解放軍華東野戰軍的主力 出來圍攻74師的時候 在以湯恩伯、王敬九、歐政三大兵團 四十多萬兵力反包圍 將解放軍華東野戰軍的主力殲滅 可惜當時蔣總統身邊的國防部作戰士長劉斐 和作戰廳廳長郭如歸 兩個人都是潛伏於國軍中的中共間諜 這個計劃根本就是他們為了讓解放軍 可以重創國軍的特別定制的計劃 74師是美式重裝甲師 有大量戰車重砲 適合在平地作戰 在孟良孔這樣崎嶇的山中 反而不亦展開火力 而這兩個間諜已經早一步的 把這個作戰計劃部署先告知了解放軍 更要命的是 在執行這個作戰計劃前的最後關頭時 兵團司令湯恩伯發現了這個計劃的問題點 想要面見蔣介石要求修改 但卻遇到了劉斐 劉斐以委員長已經就請的理由來阻擋湯恩伯的面見 因此74師一登上孟良孔 就被解放軍圍攻 周圍要救援的國軍基本上也都被控軍阻擊 而無法前進 就這樣74師全軍覆沒 張領甫將軍殉國 之後國民政府追陣他為中將 並入組中列池 號稱中列池第一人 並由以他的名字來命名的海軍驅逐艦作為紀念 總結一下電影中演的幾個特色其實都符合實施 有些不同的大概就是 最後的戰役並不是電影中的徐棒會戰 而是內戰初期的孟良公戰役 電影這樣的安排可能是為了配合太平倫的時間點 因為這都是發生在1949年1月 而張領甫將軍的遺孫王玉玲女士 也就是電影中的宋慧喬 他其實是在將軍殉國之後才來到台灣 後來靠著時任陸軍總司令孫立仁將軍的幫助下 到了美國取得學位 並把兒子接到美國 之後就在美國工作生活 最後特別提一下 他們的兒子王道宇 在一次與工作上的客戶應酬參會時 認識一位女孩方曉梅 方曉梅的父親就是方先決將軍 也就是前面提到橫陽保衛戰的指揮官 兩位抗日名將的後代越聊越投機 感情越來越好 之後結為恩愛夫妻 也算是一段佳話 好啦,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這邊了 如果你覺得我們還不錯的話 歡迎給我們留言按讚鼓勵 如果你想收到更多有趣的人知識的話 歡迎訂閱我們的頻道 如果你發現我們有哪邊講錯的話 也請在下面留言給我們指教 今天就這樣囉 謝謝大家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